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不知道的入学捷径 知道它,你进名校,稳了 艾特精英教育集团成立于2003年 是国内集聚特色和实力的综合性 一站式留学产业服务实体 总部位于苏州,在上海、无锡、昆山、江音、徐州等开设多家分校 同时在美国加州设立了海外小区 集团以国际教育、留学培训、留学申请、在线教育等为核心业务 并提供更为全面、丰富、多样的留学延伸服务 是一家汇集了留学产业链内所有服务于一身的精英教育集团 很多小伙伴都未能进入美国顶级名校拼尽的权利 但结果呢,往往不一定尽如人意 名校难,难于上青天 可是,你知道吗? 真正的聪明人根本不会像大多数人一样千军万马几独木桥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 之后进入了哈佛法学院 其实呢,他之前却是在西方学院 知名华人邓文迪就读于美国洛杉矶的加州州立大学 北岭分校,攻读经济学 之后更进入了耶鲁管理学院,就读MBA 现任美国总统川普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攻读房地产专业 在此之前却是纽约军事学院完成高中课程之后进入的福德汉姆大学 美国第一千金伊万卡 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攻读经济学 在此之前却是乔治城大学就读 国际影星,前加州州长阿诺·施瓦辛格 与威斯康星大学苏碧略分校读金融专业 之前是在圣塔莫尼卡社区学院 那么,问题呢? 这些名人是怎么一步步进入了美国大名鼎鼎的顶级院校呢? 这就是留学申请中一个显为人知 但又极为实用的名校录取捷径 转学 美国转学体系就如同好莱坞电影一般 用实践向我们展示了 已成败论英雄莫文初初的理念 它为学生们提供了去往其他学校学到 既使得学生们得以开阔眼界,拓展人脉 也使得他们在转学的过程中逐渐认清自己 找到自己真正的理想与向往的生活 使得他们愿意追求更高的成就 并最终走向成功 进加州伯克利分校难吗? 难 进加州洛杉矶分校难吗? 难 据数据显示 加州伯克利分校对国籍生的录取率仅为8% 加州洛杉矶分校的录取率为13.1% 事实上 每年进入UC系统的学生中 有30%是转学 其中90%来自加利福尼亚社区学院系统 要知道 2018年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官方数据显示 通过社区学院转学 进入加州大学的成功率 最高已经达到67% 相比之声 转学这条路最大的好处 就是成功避开了竞争激烈区 并且尤其受到名校的青睐 为了保证转学率 越来越多的社区大学与众多四年制大学 乃至名校签订了转学协议 先读社区大学 再转学的好处 入学门槛相对较低 社区大学对比综合性大学来讲 申请门槛相对较低 申请过程也较快 学费低 一些学生会选择 在相对便宜的社区大学先读两年 再转学到顶尖的公立 或者私立综合性大学 例如社区大学的学费 只有综合性大学 USC学费的五分之一 因为社区大学是政府出资 是美国政府给予公民的 教育福利 所以学费便宜 但是 良好的转学体系 并不意味着所有社区大学学生 都能够轻易地成功转学名校 转学虽好 也要指导 艾特精英教育集团 你的名校转学 私人顾问 转学 我们非常专业 2003年成立 17年专业经验 20人资深转学团队 有资历 更有能力 累计帮助近千名学生 成功从社区大学 转入UC博克利 UCLA NYU 哥伦比亚 USC等 有经验 更有口碑 名校转学成功率高达95% 有保障 更有惊喜 中美两国丰富资源合作 24小时线上线下 全方位服务 有资源 更有服务 6-8人服务一个学生 文书指导老师 申请指导老师 升学顾问 规划师等各司其职 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打造申请规划 帮助提高GPA 有方案 更有保障 案例一 陆许学校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原学校 Pastina City College 申请背景 GPA 3.5 申请专业 Accounting 会计 学生感言 由于自己一直拖延 到了最后关头 才下决心转学 当时对学校的选择也有限制 但同时又希望能转学到顶级名校 没有想到老师帮助我 在很短的时间内 高校完成了所有文书 递交了所有申请 顺利收到了offer 案例二 陆许学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原学校 Diancy College 申请背景 GPA 3.83 申请专业 Computer Science 计算及科学 学生感言 因为对自己原来的专业不感兴趣 想申请CS 身边的同学朋友都说 跨专业申请难度太大 非常不看好 我自己也没有信心了 艾特的申请老师 看了我的成绩单之后 给出了非常详细的 转学分评估方案 指导我按部就班的 准备材料递交申请 尤其在文书中 写到转学理由时 鼓励我说出 自己的真实想法 去征服招生官 艾特精英教育 愿你名校梦想